一名过度整容的男子 在一次整容中去世 主刀医生朴院长认为 该男子是术后意外摔倒死亡 而该男子的女朋友美善 曾经为了男友整容 却违速失败 不信毁容 他坚定地认为 是朴院长医疗事故导致的死亡 他怎么就死在你手术台上了 你还有脸在这儿受克 谁都不想有这样的意外 这不是意外 这个叫医疗事故 一个大男人贷款整容 还让女朋友做担保 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要不是看你给他做担保 他早就踹了你了 随着死者的人际关系浮出水面 该男子曾经贷款整容 手术当天由于 被吹在的美丽姐打了一顿 此举或许也是致死原因 我就这么踹了一下 这么踹能踹死人吗 面对争论 当地警方给出死因不明的结论 直到法医开启再次鉴定 才发现该男子身上藏的许多秘密 他的死亡也成为一个疑点 等待法医去揭开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法医的结论 小胖身上的击打损伤并不致死 得知消息的美丽姐松了口气 四人经过问询后 来到医院就赔偿问题展开商谈 没理解 错怪你了 我跟你赔个不是 但是你打人这个事 它总归是不对的嘛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小元你和院方共同承担责任 小胖也要自担一部分风险 那当然啊 院方承担主要的责任 朴院长啊 我看你这是 脱光裤子打老虎 既不要脸 也不要命啊 欺负死人不会说话是吧 你就不怕小胖回来找你啊 你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赔钱呗 好啊 你不要逼我 不然我把记者都叫过来 我死在你们医院 我让你医院再开不了门 哎呦 妹妹 你可别这么冲动 药钱不是这么个药法啊 得了 反正人不是我打死的 我就直接说吧 其实那天呢 我是在手术后揣的人 当时他头上缠着绷带 还在呕血 我就踹了他两脚 他在那儿装死 动也不动 我也害怕啊 我就先跑吧 但是当时他人在多功能室啊 可是你报警的时候 人为什么在手术室呢 很奇怪啊 我 那 我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 他醒了之后自己过去的 爬过去的 爬过去的 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呢 我打他的时候他在呕血 正常手术怎么会呕血呢 是不是手术出了什么问题啊 如果他能走 那走廊得有血滴 如果是爬也得有血印吧 你也在医院吗 你看到血印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当时人在外面 然后接到电话赶回来的时候 警察封的是手术室 那就证明 肯定是有人把他弄到手术室去的 当时警察重点是在查手术室啊 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明珊你在这儿干过 你是应该知道的啊 这个病人在手术完了之后 就会去多功能室进行术后观察 我当时来这儿呢 还准备问他的情况 结果发现他不在 才到手术室找到他 发现他躺在地上 我就赶紧报警了 以前每一次做手术 都是小元负责观察术后情况 你从来不过问这件事的 那小庞不一样啊 我把小庞当自己人 才会对他这么负责的 你别不知好歹啊 我问你啊 你口口声声说跟他感情好 他在里面动刀 你不在外边等着 还跑出去 你干吗去了 我为了给他庆祝 出去买花了 那花呢 我接到电话就回来了 哪儿还能有什么花 不对 不对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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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庞动手术的时候 我出来了一趟 我看见你在多功能室里 趴在地上找东西 你根本就没去买花 你在干什么 你做手术的时候 为什么会中途出来 我出来拿药的 术前工作不都是小元 准备好的吗 小元 小元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啊 我按流程做的术前准备 手术开始前她也没说缺药 手术后我就接待客人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件事情啊 事后我都批评过她了 她确实少配了一种药 当时她接待客户 那我只能自己去拿了 不对 小元 你在撒谎 那天明明没有客人 是不是院长威胁什么了 让你帮着她撒谎 没有啊 小元 我真的我相信你是有职业操守的 你说实话 当天到底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美善 小胖到底有什么好吗 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她这么死心塌地啊 你知不知道她上次做完手术有多拽 说她这样随时都能出道 到时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 不可能 她已经答应了要跟我结婚 不可能会说这种话 我看 你就是嫉妒她你才这么说的 今天这个是男的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男的 其实小胖这个情况 她被移动过 被移动过 被移动过 谁给她搬过去了 嗯 而且打小胖是在术后 这一点知道了 对 不至死 不至死 但打的时候 人就已经在欧血 就已经挺吓人的了 陈老师一般什么 什么样的 状况会欧血啊 欧血 我们经常说的吐血嘛 吐血它有分两种情况 一种叫呕血一种叫卡血 卡血是从呼吸道出来的 呕血是从消化道出来的 一般是消化道病变 或者是钙硬化这些消化道疾病 能导致呕血的症状 血压 血压问题呢 不是 跟血压关系不大 跟凝血关系大 如果她凝血功能有问题 她不能及时凝血的话 血流不止 血多了她肯定会往外涂 不是 不是她整容手术 从下面 秦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她的这个凝血功能 出现了问题的话 她这个口腔里面就会 这个伤口她会一直在流血 对 她止不住 流血的话 她会积在这个喉部 她难受她就会一直用 她会往外吐 跟口水一样 分析得很全面 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她是可以利用药物来 让凝血功能变差 凝血功能出现问题 有两种情况 一种这个人本身 凝血功能自己 就有出现问题了 第二种就是用药物或者毒 来导致她的凝血功能出现问题 但朴院长 这个也是有些反常的行为 比如说朴院长 为什么在手术中间 你就出来了 这事就是也是有反常的 所以我觉得更加可能 朴院长根本就没做这个手术 所以你说你记起来了 我终于出来一趟 如果你真的是在做手术的时候 你一定会记这人 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你说的是 我想起来了 有可能 他没进去 手术的是另有其他人 手术根本就不是他做的 对 但是我们能看到 就是美扇又加入了战局 手术过程当中 我们的美扇在多功能试行 在找什么东西 多功能试就是 术前术后用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那个地方 前面背药的时候 好像是小圆把背的药 放在了多功能试 我觉得美扇跟小圆 都有嫌疑 因为当时院长问你 你拒绝回答了 对 我一直没有说 你拒绝回答 你到底在找什么 因为美扇了解他有高血压 对 我应该对小胖的了解 不到我知道他有高血压 有可能他们几个联合 现在就是美丽姐的嫌疑 基本排除之后 就是已经转换到了一个警察的角色了 开始 你看看 拍他 所以我们的实习生 接下来就给出了一些信息 然后在实习生第二轮考核当中呢 首先是我们的男生组胜出了 恭喜 恭喜 对 半火一盘 恭喜